香川县这里是日本最小的县 而香川又因为乌龙面非常有名 叫做乌冬县 就是乌龙面的故乡 小小地方就聚集了超过600家的乌龙面店 难怪有人说来到香川 没吃一碗乌龙面 那真是一大遗憾 沸腾大锅热烈上演翻滚拔面条 再来个冰火五重天 华盛檀牙的浪里白条 淋上热腾腾高汤 饱满半熟蛋入镇 一碗简单风营 是来到日本香川县 肥吃不可的赞齐乌龙面 刚刚我们听到我诉得很大声吗 因为在日本倒地吃乌龙面的方法 其实跟我们一般想的拉面是一样 要吸很大力才是正宗日本的吃法 而面条加上白萝卜泥 从花点缀 再淋上调味汤汁 则是冷面吃法 我认为香川真的就是乌龙面的故乡 完全颠覆大家平常吃的乌龙面那种想象 因为吃起来非常非常有嚼劲的 是有一种面香在嘴巴里面散发出来 再配上这个酱我觉得好清爽 我现在吃的这个口味是干的乌龙面 还没有汤的是那种有点沾面的吃法 我觉得也非常的日本倒地的味道 我喜欢上乌龙面了我认真 制作乌龙面 揉面力道考验职人功夫 采面这一招则是大绝招 利用全身重量压出柔韧度和延展性 我觉得我好像在深陷泥沼里面 会不稳耶 更能够在嘴里伸出筋道 嚼劲 我看着那个面团慢慢扩张的感觉 其实很有成就感 揉面成团踩踏到均匀摊平 冷藏割夜 醒面 发面 等到面团里的水分和面粉颗粒充分融合 用来做面才能伸面筋长筋道 我用手指摸摆 把这些加温度确定 把这些加温度的最好处 把这些加温度的感觉 把这些加温度看得出 江川县古地名为赞祁 临近赖户内海 温暖少雨 日照充足 盛产盐和小麦 小豆岛更是优质 酱油产地 再加上余货丰富 无论面条还是汤汁 材料一应俱全 无楼面产量和人均消费量 都是日本第一 因此被称为无楼面的故乡 二十多年前 日本兴起到香川吃乌龙面的热潮 秦水木夫原本在通信工资上班 易吃着迷 投入经营 买手制面二十一年成为职人 特别是客企业大多多来 晋水木夫原本在通信工资上班 排列組合 再加上經典肉芋 小農咖哩 時令蔬菜等等口味 依照季節變化食材和鹹蛋 風味相當多變 我目指的是 每天吃的麵 每天來的人都會有 很自慢 一生懸命要做到 第一名 甜食 地利 加上職人的熱情投入 也難怪 讚其烏龍麵互相美名 當之無愧